回到新聞現場 持續帶來 看到臺灣今天是新增了 一百七十五例的本土確診個案 而新北市還是最多有八十七例 其次是臺北市是三十四例 苗栗縣是三十一例 而死亡的部分則是新增了十九例 而要特別注意到的是 再次出現有四十多歲的重年男子 確診後死亡的案例 另外還有三位的長者是確診後 三天內就死亡 另外指揮中心也宣布了最新的統計 從去年疫情爆發至今 七十五歲以上的長者的死亡率 是百分之二十二點七 而目前國內接種AZ疫苗以來 一共通報了五起疑似血栓的個案 另外臺灣人打完AZ疫苗之後 發生血栓的比例是百萬分之四點四 對比歐洲國家 包括了英國 加拿大 還有德國的比率相對來的低 今天確診是本土一百七十五例 死亡有十九例 從去年疫情開始到現在 那七十五歲以上的確診者 死亡的這個狀況 這個比例是二十二點七percent 疫情記者會由於指揮官陳時中 到立法院備詢改由副指揮官宣布 臺灣連續第五天本土確診 地獄兩百的好消息 確診數最多的還是新北市 有八十七例 七次臺北三十四例 苗栗三十一例 不過新增死亡個案還是不少 有十九例 尤其出現四十多歲壯年男性死亡 雖然有慢性病史 不過發病症狀輕微 只有咳嗽和胸痛 另外還有三名長者確診後三天死亡 其中一人還是確診當天就死亡 另外指揮中心也公佈 接種疫苗後通報血栓的個案 指揮中心統計目前臺灣出現血栓的比例百萬分之四點四 對比英國百萬分之十四點二 加拿大約百萬分之十五 德國百萬分之十一點六 都還低 而針對疫情看似稍稍趨緩三級 警戒是否有望解除 指揮中心表示將持續觀察疫情走向才會決定 華人新聞採集羅大衛調報道